哈嘍 大家好 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要整我 我知道 跑不掉了 戴老师 请问你跟介大使比谁比较瘦 介大使比较瘦 有没有为爱减肥过 有 郁琴姐跟你谁先告白 我 告白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们结婚吧 跟郁琴姐第一次的约会地点在哪里 第一次约会的地点 喝边 没有啦 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是在餐厅吃饭 薪水有没有上交给郁琴姐 部分 郁琴姐有没有给你零用钱 没有 郁琴姐有没有对你爱的教育还是铁的记忆 都有 会不会怕闲内住 不会 爱他 每天这晚几点回家 我准时 接送他 没有 接不一定 送也不一定 但是 大部分 都是我接回家 我切听到您好像十点前就必须回家 是吗 我通常九点多就回家 我很少在外面待超过十点 好喽 那我们来第二部分哦 想要问赖老师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 我会给你两个选择 不用选择 你这样子我要怎么录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陈辉文黄伟翰 陈辉文有陈辉文的好 黄伟翰有黄伟翰的好 然后要问最喜欢的话 我最喜欢我自己 赖月谦跟王上志 当然赖月谦啊 赖月谦跟黄浅秋 赖月谦啊 赖月谦跟宅轩 赖月谦啊 不行这样子对宅轩有点不好意思 好还是赖月谦 赖月谦跟周郁琴 我当然爱周郁琴啊 周郁琴跟钱之姐 当然是周郁琴啊 还有的人思考吗 周郁琴跟燕音姐 当然还是周郁琴啊 你想都不用想 这本人反应 周郁琴跟赖月谦 两个都爱 但是更爱周郁琴 那要不要现在打电话给益琴姐 来个爱个告白 不行他现在在跟他的 女儿在一起 那如果大白话订阅150万 你会 请问一下 你们150万 你们是给我们的 我们的订阅付抽什么奖啊 我要先了解 等一下 你讲不出来了 不管我们会不会抽奖 你会给我们什么 你一定要先给 我们的订阅付很大的奖 我们会根据 我们会根据你们的诚意 我们做多少付出 所以如果是让你跳舞也可以吗 不行我会跳舞 你不是说多少的付出都可以吗 那要看你们的付出有多少 让我觉得观众满不满意 那你最多可以是什么 现唱 好这样好了 我们可以有一点假设 我们的团队们一起来跳舞 你们躲在幕后的全部给我曝光 我就跟你一起跳 所以你在跟我们的团队一起跳舞跟唱歌吗 一定可以 但是全部团队一个都不能跑掉 含制作人在内 制作人都要出来